原本7月份要登场的光复香太巴朗红糯米技系列活动呢 因为疫情顺延到今天才登场 虽然红糯米已经先行采收完毕 不过相关的红糯米米食产业DIY 部落野菜体验还有部落文化导览等游城 还是很受到游客民众的欢迎 不仅增加产业附加价值 辅导的时报局花联分局也高度肯定 虽然农田里红糯米早已采收完毕 但是不论是田中音乐会还是部落小农市集 仍不捡部落族人与游客的兴致 现场迟迟喝喝听听看看自在切意 光复香太巴朗红糯米采收季系列活动 原本配合7月红糯米的采收来办理 不料疫情搅局而顺严至今举行 即便如此不论是户外的部落文化导览 还是室内红糯米米食产业DIY 部落野菜自主料理 以及红糯米饰品制作等等 仍相当受到游客民众的青睐 我们都从新北市 我觉得很棒啊 然后有这样一系列就是可以认识 那个红糯米相关的东西 我觉得很棒 里面只有看过豆子跟秋葵吧 秋葵 8月份疫情趋缓 太巴朗红糯米馆农产体验人潮也开始回笼 顺严至今的红糯米采收季 许多外地游客不原千里到场参加 太巴朗营造协会理事长 肖明山除了感谢 今年也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整个游客的回游率非常的高 几乎两天就一台游览车 游客率将近一直到现在 应该有快200位人次的人 在这个地方在游玩 太巴朗部落从103年开始 在农政单位的辅导下 积极附赠部落特有的红糯米农产 近几年也在水宝区花莲分局的资源 益柱下也成功的把产业升级 透过产业加工部落体验游程 让更多人正式了解太巴朗红糯米的产业 从这个地方也可以得到一些民众的体验 让产业能够得到一些行销 我想这样的活动能够继续持续的办下去 太巴朗红糯米采收季系列活动 今年迈入第13年 部落农民与协会团队 除了是感谢上级相关单位的协助 以及游客民众的支持 让部落红糯米产业稳定成长 未来协会理事长萧明山表示 以产业为基础的来创生发展 吸引更多族人返乡 开创部落农村新时代 接着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